臺灣人民確實證明了 跟全世界證明了自由民主 確確實實是防疫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價值 義大利24小時太陽報 29日刊文指出 相對靠獨裁控制疫情的中共 實施民主的臺灣 才是全球真正最不受 中共病毒疾病影響的國家 中華民國前副總統 中研院院士陳建仁 點出臺灣防疫成功主因 我們發現臺灣在防疫上 不僅是相當的成功 而且在經濟上 還是能夠有正成長 那這就是證明 在自由民主法治的國家裡面 透過公開透明的 就能夠達到善治 那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啟示 報導指出 臺灣的2300萬居民 不需借助中共獨裁政權 連續200天沒有本土感染病例 也避免第二波疫情 並強調 世上沒有其他政府 比臺灣做得更好 甚至獨裁的中共 也無法成功遏制疫情大流行 各界對中共官方數據的透明度 可靠性都相當質疑 面對第二波疫情 臺灣也準備好因應 我們是有兩個管道 一個是流行性感冒 這一個部分很重要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 COVID-19的防疫 現在繼續做好 相關的這些個人的衛生 還有保持社交距離 然後等待疫苗有的時候 我們就要來全面來實施疫苗接種 疫苗方面 國內已經有三家廠商 那國外至少有50家廠商 已經進入臨床試驗 那中文院的角色這方面 我們也積極建立動物模式 來幫國內的疫苗廠商 做動物的實驗 目前全球確診病例超過4557萬 超過119萬人死亡 各國積極開發疫苗 陳建仁表示 臺灣疫苗最快明年年中量產問世 國際疫苗最快在明年第一劑 如果要全面施打完 預計到明年下半年才有辦法 新華里亞特電視王冠林 李晶晶 臺灣台北報導